教科書 復科 184 頁第十二題 X 和 Y 是兩條相反方向的電流 現在的電流分別是 5A 和 2A 而 P 由導線 P 是一個中和點 就是在那點 X 產生的磁場和 Y 產生的磁場 會出現抵消的現象 請問 P 點其實是在哪個位置距離 X 多遠呢? 首先 P 點究竟是在 X 的上方 X 和 Y 之間 還是 Y 之下 我們可以做一個初步的評估 怎樣初步的評估呢? 我們在之前的題目講過 這條藍色 X 的電流 其實就會把空間分成上半方和下半方 上半方是會做到出紙的磁場 下半方 藍線下半方 是會做到入紙的磁場 而綠色的導線 因為是向左的 如果我們用右手握權定律 我們用手指弓跟著的話 下半方便會做到出紙的磁場 上半方便會做到入紙的磁場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位置是一個磁場加強的位置 所以一定沒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範圍沒有可能 會不會在 X 之上呢? 因為 X 是比較強的電流 你還要選一些和 X 比較近的位置 和 Y 比較遠的位置 就不用指望可以中和 所以位置一定是這條導線的下方 為什麼呢? 因為如果我們 somewhere 那點 P 在這裏 因為 X 的電流雖然大 但距離比較遠 數餐室磁場可能會比較弱 弱了一點 這個雖然電流比較小 但距離比較近 所以就會產生磁場可能會比較強 所以我們既然它一開始 就已經問 P 點和 X 的距離 我們就當中和點距離 X 這條線 R 這麼遠 那麼我們就想一下 在 P 點就是 X 造成的磁場 應該怎麼找呢? 根據這個公式 因爲長的導線 所產生的磁場 就應該用這條公式 所以就是 Mn i 除以 2pi r 的話 就是 Mn 乘以 5a 除以 2pi 除以 r 而因為 Y 產生的磁場 同樣都是用這條公式 不過你看回 Y 和它 首先 Y 只有 2 安倍 所以這個位置代 2 接著這個距離就會是 R 這個距離就應該是 R 減 這裏之下距離就是 0.3 就是 R 減 0.3 既然是中和點的時候 即是 Bx 和 By 是一樣的 即是這兩樣東西一樣 你這樣眨眼看過去 如果這兩樣東西一樣 你就會發現這些是不用理的 情況就變成 5 除以 R 等於 2 除以 R 減 0.3 於是 5 R 減 1.5 交叉相成 就會等於 2 R 於是 3 R 就會等於 1.5 R 其實就是 0.5 而 R 就是 剛才說過 這一點就是距離 X 線的距離 所以再距離 X 線的下方 0.5 米 就會出現一個中和點